利家和乔家经过商议 决定抄近路去天空殿 他们需要进到利巴神军的要塞月光窟 最里面的房间便和这条捷径相连 这样只需要两天就可以到达天空树下面 一平说既然如此 为什么不早点走这条捷径 乔家告诉他 月光窟里有很多机关陷阱 那些陷阱可以感应到由神甲咒释放出来的光流 如果穿神甲咒战斗必死无疑 换句话说 如果与敌人遭遇 只可以持手空拳还击 一平说既然这样 阿凯那边不也是无法穿神甲咒吗 两码说的确如此 唯独踏破王高野是个例外 通过严格的训练 他已经到到了无的最高境界 能够一直光流 所以高野可以穿神甲咒在月光窟战斗 不过为了尽快解救惠民大师 一平等人还是决定冒险做这条捷径 他们爬山涉水 来到一座巨大的卧佛面前 乔家说这里便是神军要塞月光窟 几人怀着忐忑的心情进入要塞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李自王阿达和踏破王高野 早就在里面恭候多时了 一平觉得洞里太黑 想用神护子照明一下 谁知这微弱的光流触发了陷阱 差点让小分队团灭 事后吉祥天 对一平这个猪队友一顿臭骂 同时大家也见识了这些机关的威力 这场骚动引起了高野和阿达的注意 高野恋动咒语 抑制了阿达身上的光流 这样他就可以穿着神甲咒 在月光窟战斗 阿达找到一平等人并发起攻击 他的招式异常刚猛 一平他们只能四散奔逃 好不容易逃出生天 这边又被高野拦住去路 紧接着阿达也从后面追了过来 一平几人只好骑上神甲机逃命 他提议与其顾忌机机关 而被阿达和高野追杀 倒不如直接骑上神甲机 冲进去搏一搏 大家觉得可行 于是他们分开行动 约好在捷径入口会合 丽家和吉祥天同行 他们遭到了阿达的拦截 丽家让吉祥天先走 自己留下来对付阿达 但丽家刚用光流 就被月光窟的陷阱困住 阿达趁机用恢复重创的丽家 好在阿达以为丽家已经死去 没有补刀 转身继续追击一平等人去了 而此时一平也被高野引游到一个房间 当一平穿上神甲之后 房间里的机关被触发 高野对一平说 你上当了 又光窟最凶险的机关已经启动 接着高野生后 一尊巨大的魔像动了起来 一平慌忙使出绝招 修罗魔破拳 但这招对魔像丝毫不起作用 自己反倒被魔像一拳打飞 高野说胜负已分 虽然你想去的房间就在隔壁 但可惜你永远也去不了了 随后高野便得意的大笑起来 说不知这番话让一平凝光一闪 虽然他无法打败魔像 但要打破一堵墙壁 还是绰绰有余 说完一平就在墙上开了个大洞 并顺利和其他几人会合 这时魔像也追了过来 高野和阿达则站在魔像肩上指挥他攻击 乔教让一平使出绝招 其他人会把光流汇聚到他身上 就这样一平打出了一记 结合四人之力的修罗魔魄拳 这招顺利将魔像粉碎 而相似的合体镜 在后面的剧情里还会用到 接着一平等人在房间坍塌前进入捷径 并顺利抵达了天空树附近 然而这里的情况却不太乐观 周围已经是满目疮痍 他们必须尽快打开连接天空殿的门 解救惠民大师 真正的战斗现在才刚刚开始 我是猫书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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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